大家都知道,完全拷贝照片的精湛写实技巧,不管是油画还是水彩,在我眼中都只是低阶绘画品位的表现手法。 但比起成成实实的刻画照片,那种基本美学不足,素描功夫粗浅的半调子文人画,装腔做事挥洒的泛血衣风格更会让我猛摇头。 如何在深入刻画时不会流于拷贝照片般降气呆板,如何在血液挥洒时不会有半调子文人画的轻浮俗气之机,关键都在于美的结构与提炼是否深刻,强大。 我崇尚的水彩艺术是千锤百炼,美感眷勇的画作。 这种深刻的美学,可以在安德鲁卫斯精雕细琢的画面上感受到,也可以在爱德华锡格简练血液的笔法上体会到。 卫斯与锡格的艺术都是我心目中的千锤百炼。 我常说,有组织的细节叫,丰富,变化,没有组织的细节叫,琐碎,灾浪。 这张威尼斯交响曲,我想在深入的刻画与血液的笔法之间,感受或追求一个平衡点,同时挑战如何利用美的结构组织来控制这有如排山倒海,千军万马的细节。 结果虽然不尽满意,但也已经尽力了。 经过这次的威尼斯之战,我只确信二件事。 一,高品位的水彩画真的很难。 二,下一张绘画得更好。 在人生一路上,每个人心中某个角落都停靠住一艘小船,准备航向自由广阔,迷恙的未来。 就看你是否愿意抛开一切,勇敢坐上去。 仅以此话题献给所有勇于挑战自我的朋友。 屏幕转发 划渡 持人们的血缸 舞 手 剣 相 位 cent de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